SCP-538 Shadow Spiders 暗影蜘蛛 三母等级 Eucaly 都有收容措施 任何情况下 SCP-538都被收容于一间15公尺乘15公尺乘3公尺的粉刷成白色的房间里 房间的天花板上需要有不低于四处的200瓦光线 所有来自顶灯的光线都需要聚焦于房间中间一块 1公尺乘1公尺乘0.5公尺的房桌上的收容区域 并随时保持明亮 一名地检员在进行化学镇静后 稳放于桌上 将作为饲料 供所SCP-538的样本补食 房间内除地检员外 不得有任何阴影员存在 如果任何时候 SCP-538出入室内的一处灯熄灭 一组两人的安保人员 将从与房间相连的气闸中进入 安保人员将穿上密封为害物质防护服 并配上完全独立的两气瓶 同时需要缓慢且谨慎的移动 以避免惊动SCP-538 他们在换下熄灭的灯 完成任务后 需返回气闸 一旦人员返回气闸处 他们需被300瓦白光照射 以保证没有SCP-538附着 如果任何时候四处光同时熄灭 收容间的所有观察孔都需封上 直去使SCP-538的收容室有效地重新亮起为止 收容室都需保持封锁 如果有人员被SCP-538咬到 那么受感染者必须尽可能地待在 SCP-538的收容室内 如果不这样做 可能导致大型收容突破 负责人将因此被处决 被注 安全人员需定期排查任何异常的恐惧症 任何人员被发现其表现出任何程度的蜘蛛恐惧症 则需重新制定人员 描述 SCP-538外观为一团未知种类的蜘蛛的活动阴影 SCP-538表现出能在其他活物的阴影中捕食的行为 并会移动到最临近生物的阴影中 在捕食中 SCP-538与寄主阴影接触 自己的阴影不受掩盖 通过这种方式 一个单独的SCP-538样本 可以成长到最大15平方公分的大小 结束捕食后 看上去只是保食这个体型 到目前为止 全过程都证明其对寄主无害 当一个样本依附一个非生物来捕食时 即将缓慢地萎缩并缩小至原有体型 只有在生物的阴影中时 SCP-538才可以生长 SCP-538表现出其有能力通过短距离的开放 极灯火明亮的地区 比如跑至附近的一名寄主处 或逃离被惊扰的地方 然而当其没有潜伏在阴影时 将在一定时间内 以每秒两平方公分的速度 缩小其体型 如果一个样本被困在足够开放的地方 它最后会缩小至消失 这时便认为它已死亡 当其达到最大尺寸时 曾被观察到的最大爬行速度为每秒一公尺 SCP-538表现出其可以穿过大于三公分的裂缝 比这小的空间则不能 通常情况下 如受到惊吓 SCP-538则能 且会攻击技术 SCP-538通常会因自己技术的迅速移动受到惊扰 这时其在试图逃离前 会咬生物的影子 咬伤必将对蠢肉的皮肤造成影响 身穿棉脂品 或其他任何结实的衣物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 在被咬后 一名人员将在一小时内表现出五个不同的阶段 注意被咬的人或许会试图隐藏他们的伤口 因此 任何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员都必须被立刻收容 阶段一 受精后 SCP-538将啃咬侵略者的影子 对象报告说 在影子被咬的相应位置会痛 然而没有任何痕迹或伤口出现在该处 对象会迅速变得烦躁 对周围的一切都反应强烈 阶段二 被咬10到15分钟后 对象会开始大量出汗 但可能会说自己感到很冷 他们的皮肤会变红 且摸上去很热 阶段三 被咬25到30分钟后 对象将变得野蛮粗暴 并试图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 讲话变得含糊不清 并且运动能力下降 对象会进行施暴 通常会攻击他身边的人 阶段四 被咬40到45分钟后 对象皮肤会变得苍白无色 他们体温会下降5-8度C 对象会和周围的人道歉 或许会谈起自己刚才感觉很糟糕 他们会试着躲到黑暗中去 阶段五 被咬55到60分钟后 对象会 产生出的液体是完全透明且无害的 对象的影子 会在此时完全化成一个小系列的 SCP-538的个体 大约4平方公分的大小 因缺乏准确的术语 所以称其为柚子 目前尚无被SCP-538咬后的治疗方法 以证明死亡无法阻止该状态的延续 而是直接进入阶段五的状态 附入538J 自事件1538A后 测试低检员的博士必须有不少于 两名各自携带两盏250瓦手电筒的警卫陪伴 事件报告 1538J 处538收入间 博士进入538收入间 对D7821进行例行的检查 博士身着标准密封危害物质防护服 检查进行2分23秒后 混沌分裂者的攻击切断了从 区域道 区等能源 根据安保协定 收入室被密封 将博士与SCP-538关在了一起 能源切断持续了23分钟 直到备用发电机被启动 根据协定 能源不会经过SCP-538收入间 而是经过收入者 的 需 能源自然地通往下一个 拥有最高安保等级的收入室 因为SCP-538被有效收入 其优先权被认定为最低 没有重大收入突破发生 攻击被快速击退 且没有遭人太多伤亡 站点工程师尝试恢复电力 混沌分裂者攻击18小时后 能源终于陷入SCP-538收入间 护器的博士被带出收入间外 他称自己能感到 他们爬进了自己的身体 博士因自己患上的蜘蛛恐惧症而接受治疗 安保程度至此升级 博士辞职 以上就是SCP-538 简单地说 SCP-538是活动的蜘蛛状阴影 能靠的寄生在火体的影子上进食成长 在被惊动时会攻击人 被咬伤的人在经过各种症状后 影子会缠出新的SCP-538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自从SCP-538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